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来看八世归主宋 那么是玄奘大师所造的论 我们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所谓的八世规矩 就是在这八世当中 都各有各的什么 规则性 是有规则的 我们常常讲说 如果我们认清楚了 游戏规则的时候 游戏所呈现出来的现象 是不是就清楚了 球赛有球赛的游戏规则 他所献出来的球赛的现象 是不是我们就清楚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人生的规则的话 是不是人生也看得清楚 所以当我们如果认清了我们的八世的时候 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就清楚了 所以会觉得说 真的是一个我们生命的这种指南 修行的一个指导 我们会知道到底问题出在我们的比较浅的意识 还是比较深的意识 是素式的还是现在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个我们素着看 那么第二行的地方 从前五世我们说 颜耳深山 耳寄居 对不对 那么相对过来 这里有一个表格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 在玉界当中 是不是前五世都有的 前五世 在玉界当中都有的 但是在色界上面 是不是就鼻舌不行 尤其在初产 初产 鼻舌不行 那在五去杂居地里头 离生喜乐 那么色界初产 鼻舌不行 到二产 三产 四产 是不是全部都没了 连眼耳深山也没了 对不对 五世都不行 前五世都不行 二三四 禅天 禅定 那在初产的时候呢 是只有颜耳深山 而鼻舌不行 那当然再上去的话 那更是没有前五世了 所以他只有在什么 玉界 只有在玉界里头 他才能够存在 在色界也只有在初产里头 颜耳深山还有机会出现 那其他就已经都没机会出现了 是不是 这是前五意识的 那么第六意识呢 第六意识 他三界伦时 亦可知 他在三界里头都有 三界九地当中 我们的第六意识都是清楚而明白 那我们说在二三四 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第六意识是增强的 但是呢 在上去呢 他反而逐渐又减弱了 又逐渐减弱了 那第七意识来说的话呢 那么 主要第七意识 因为跟着第八意识 第八意识呢 最下面这句话 说戒地随他 业力迁 有没有 到底我们投生在哪一界 哪一地 是不是根据 第八阿赖也是啊 因为我们说中阴旗 所谓的一个人的死亡 是不是七八两次脱离啊 然后呢 其实是第七意识带着第八意识跑 第八意识本身他是怎样 他是被动的 那么就看我们第八意识 他会洁生在哪一界哪一地 关键在第八意识 关键在第八意识 他会往哪一界哪一地去 这个是业力的问题 因为业力的记录 是不是记录在第八阿赖也是里头啊 是记录在第八阿赖也是里面 他所变现 他会变现出我们的什么 根深气界 对不对 那这个气界也就在于 这三界九地 是不是 比方我们 投生在玉界里头 那也是因为我们的第八阿赖也是 怎样落在什么 玉界当中 落在玉界当中 那第七呢 是跟着他 两个形影不离啊 第八也跟着第七 第七也跟着第八 对不对 第七本身的主动性是稍微强一点 虽然第八他的被动性强一点 但是他是自然落在哪里 我们就得投生在哪里 对不对 因为再过来就是变现我们的根深跟气界 在中阴期 是不是在过程当中 其实就在变现我们的根深气界的问题 所以第八 阿赖也是来说的话呢 借地随他业力前 不 借地随他业力生 所以呢 他这个业用上面 最后面 烦情有没有 在那个表格里头 最后面 受勋持种根深气界 都是随着什么 第八阿赖也是来的 而且是去后来先 做足弓 最先来 最后去 我们的第八阿赖也是 在十二因缘法里面 是最早来 之所以断气了 临终了 也是因为第八阿赖也是怎样 离开了 所以他的那个 到底会在哪里呢 主要还是看第八阿赖 是落在哪里 那第七意识的第二行说 随缘只我量为非 有没有 其实就是在讲什么 真带直的什么 的那个非量 第七意识 他是不是只有真带直径啊 他是一定是怎样 是非量 他只有非量的基础 那并且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那个 左边的表格里面 有个体像 当中有没有个 非横非省 省而不横 一横一省 然后横而不省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是七八两式 因为他非常的细 而且呢 我们说他是流转性的 所以说他下面是怎样 是横的 就如同我们生生不已的什么 生命之流 上面呢 是不横的 上面是不横 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省 最大的力量在这里 第六跟什么 第七 第八他是怎样 是不是不省的 第八他没有省的能力 他是不是照单全收啊 他是照单全收的 上面呢 其实也是不省的 前六四来说的话 他的省的能力 是不是落在第六意识啊 前面也只是怎样 把讯息来告诉他而已 所以有一个记呢 就在讲 八个兄弟共一胎 有没有 一个灵力一个呆 五个门前做买卖 一个在家把帐开 猜得出是谁来吗 这是不是八个兄弟共一胎 一个灵力一个呆 哪一个灵力哪个呆 六七还七八 七八 一个灵力 第七很灵力的哦 第七是不是随时都在工作啊 他中业不舍的耶 第八一的第七意识 有没有休息过啊 纵然我们睡觉 他是不是都还在工作 有没有人说我睡觉就忘了呼吸 是不是照样在呼吸 一个睡觉的人把他毛巾给他剃到金 他那个瞳孔是不是还在动啊 所以第六 第七意识从来没休息过的 有没有 第七意识从来没休息过 就算他离开了 剖离了这个 他是不是还在工作啊 他还在工作 因为他在找寻下一辈子的腹筋母血 对不对 因为他还想要有上面的色身肉体 因为也不是说他想要有 其实是第八意识他是不是要 他必须要变现出他的根深器械啊 所以这个灵力 这个呆 第八意识他非常呆的哦 他只能照单全收 所以呆到我们怎样呢 都不容易察觉他 但是我们的任何取信动念 是不是他都在做记录啊 所以这个比什么呢 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还高明的多 举头三尺有神明 那神明如果休假去呢 或者我们去讨好他呢 以前不是说年底要送赵君 要煮的甜甜的 让他回天庭多报告一些好事 那这样不就不公平 我们不知道要拜他怎么办 对不对 就不大公平了嘛 对不对 我们的第八号赖也是都不用拜他 他随时都在怎样 是不是都在做记录啊 第八号赖也是随时在做记录 他呆到怎样呢 照单全收 第七意识 第七意识是随时都很灵力的 随时在提供我们的什么 生命的全员 所以一个灵力一个呆嘛 五个门前做买卖 前五四是不是一直在门前做买卖啊 一个在家把帐开 开帐的是第六意识耶 是不是这样 不管你搜寻什么进来 我看到 应该说看到就好了 但是我们每次一看到马上就 好讨厌哦 或者我好喜欢哦 所以第六意识就起分别啦 第六意识之所以起分别 其实他是不是还是受到他的影响 看我们的杂染程度的问题哦 如果很杂染就目光如动 只看到几尺类的事情 看那个眼光看不远 如果我们的这个是比较杂染那么严重的话 比较豁达是不是可以眼光看得远啊 如果一个先天下之悠而悠 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是不是就是表示这个的杂染程度比较怎样 比较浅一些 他是比较豁达的 他比较以社会大众为他的什么 他所忧心的事情嘛 但是我们大部分是不是都在忧心自己的事啊 自己个人的事 然后自己家庭的事 然后我自己事业的事 都从个人慢慢的去怎样 去扩大而已 一旦超出自己的部分 我们就有一点漠不关心了 是不是 会觉得至少门前雪吧 那还是是不是受到我们的第七意识的杂染程度影响 所以呢 透过这样子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这个部分是怎样 非恒非审 前五世是不是非恒非审啊 他既不恒也不审 所以前面我们不是讲说 他是性净限量 有没有 他是不审的 不审其实才能够出现什么 性净跟限量 但是实际上又不可能怎样 不可能切割 他马上就已经覆盖上去了 马上就要代指我们才知道我们 吸收了什么资讯进来 然后我们又马上去起什么 去起分别 我爱跟我不爱啊 我的可意受或不可意受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前五世来讲的话是非恒非审 第六意识呢 审而不恒 第七意识呢 既恒又审 第八意 恒而不审 他恒但是不审 他所变现就是我们的根深器械 他只能老实的变现 他总不能有自己的意见来变现 对不对 他老实变现 我们该是什么样的根深 该是什么器械 是不是根据我们 input进来的什么 种子因缘 你说我们说我们这叫自作自受 对不对 就是自作自受 所以说第七意识说 随缘指我量为非 只要有第七意识的存在 他就已经具备了什么 我质的成分 一旦有我质的成分呢 他一定是什么 杂染的成分 而且是非量的 并且它是聚生性的 下面都属于什么 聚生性 有聚生我质 还有聚生什么 法质 会产生出我们的聚生我质 跟聚生法质 外面呢 叫做什么 分别我质 跟分别法质 所以在现象上来讲执着 是不是就很复杂 可以讲出四个来 但是我们说如果是Bore 自信望直就够了 是不是自信望直啊 四个总说起来 就是自信望直 对不对 所以要用信空来破啊 信空的信是不是在破除 自信望直啊 就是在破除我们的自信望直 所以信空 就是我们理解信空到什么程度 越理解信空 越去实践信空 那么我们的这个聚生性的这个杂染 才有可能怎样 慢慢消除 不只在分别上的还包括这个部分 所以属于修行的部分 所谓修行跟我们的宿式生命有关 才叫修行 一个人说这个人修养不错 他可能只是好像在生活上的展现 但是我们说其实生活上的展现 跟他宿式的修行有没有关系啊 有关系 这个部分是我们比较看得见的现象 这个是不是很深层的 相当深层而细密的部分 而且是我们不容易去怎样觉知的 不容易察觉的 所以我们说确实要有一份的什么 觉醒 菩提的心是不是 觉悟的心 我们才有机会怎样 跳脱生命的束缚 我们的生命束缚 其实束缚在这个地方 是束缚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以声闻来讲的话呢 他是把这个地方先扶住 身闻 他比较容易 他个人比较容易解脱 他量很少 而且他用什么 用扶的方式 用把他扶住 让他不要起作用 那么就可以不受后有 但是我们说 如果正果的圣者 他是不是还有喜气 还有云喜没断啊 对不对 佛陀有的弟子 曾经过去当过和神 他已经正果了 结果他经过河流的时候 他说 喂 小卑 让开啊 小卑女给我让开 因为这个时候的和神 是一个小卑女 他很清楚 但是他那个习气就出现 小卑女给我让开 这是他的习气 虽然他已经正果 是因为怎样呢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 声闻他不究竟 是因为他这里面的染灼 没有彻底的处理 你只是怎样先把他盖住就好 把他扶住 让他先不起什么 不起作用 很像石头去压草 让草不长 但是石头拿掉草是不是照长啊 根没有除嘛 菩萨连根拔起 菩萨要到这里面来把这里面的什么 杂染的部分 这个部分要先解决 解决这里 当然我们要解决这个的时候 先功夫要下在这里 我们的第六意识 因为我们的第七意识呢 我们说他是终日不见阳光的 只有第六意识跟他是邻居 而且是依在他的上面 只有第六意识是有机会教导 我们的第七意识的 我们自私圣役的习性 是要透过我们思考的意识 听经文法 听经文法 然后一直告诉自己 一直告诉自己 不要那么自私 不要那么自私 而如何不要那么自私的行菩萨道 以大众为主嘛 以大众的利益为前提 以大众的那个为考量的时候 是不是让我们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在降低的状态 而不是只有想自己 我们与生俱来 只会想自己 这种不需要学 对不对 天生就很会 小孩子就会 对不对 妈妈在打哥哥 哥哥一定骂的妹妹 都是你 他从来不会说 是我错了 妹妹都没错 几乎都是 又赶快转移到别人去 为了保护自己 对不对 总是我们都想要保护自己 自我 对自我的爱 是非常的成 非常的深沉 也因为我们第七意识的什么 染灼问题 也因为第七意识的染灼问题 所以横与省 是不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先两大部分 对不对 一个下面是横的 上面是不横 所谓的省 是不是省在第六跟第七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六七印中转 五八果中原 功夫要下在阴上 对不对 在阴上来讲的话 就是第六意识 再生存一点 改变我们的第七意识 五跟八不是我们能改变 因为它是果报的问题 它是果报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进入 所谓的五十一个新所 的部分 因为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 的部分呢 五十一个新所 那这个五十一个新所呢 在我们的五位白法里面 有没有看到 五位白法 所以其实我们说 要学习八事规矩 宋之前 应该要先进入什么 白法明门论 白法明门论 白法 所以这个白法 那么就等于说 它分了五个阶位 哪五个阶位呢 也就是把所有一切 宇宙万法当中呢 把它归为一百位 一百法 这一百法呢 先归两类 一个叫做什么 有为法跟无为法 什么叫做无为法 它是真理的现象 是本然存在的 真理到底 是长什么样子 它是属于理性界的 透过道理的理解之后 才有机会去怎样 去触碰到它 它是属于什么 无为法的 那所谓的无为法呢 它是本然存在的 不管佛在世 佛不在世 法性 法助 法界 有没有 不是因为佛在世 所以发明了一套 佛的理论 不是啊 而是佛陀去发现了什么 真理法则 发现 理解 这是透过 数世节以来的生命的实践 还有道理 在真理法则上的归纳 原来如何的去理解所谓的真理 它是要尽需空界的 它是要能够不受时间 不受空间的束缚 是不是才叫做真理啊 如果某某定律 都还是不是有环境条件的限制 在某某多少度C 在湿度多少度内 那么它会实验起来 会形成这个现象 超过这样的范围 是不是就不是了 它是不是受空间的限制啊 会受到整个环境的限制 所谓的真理 无违法 就是它本然存在在那里 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不是人为的因素能够改变的 不是人为的因素能够改变 就是大自然间真理法则变化的 那个法则的问题 所以它属于什么 灵性界的 它属于真理的现象的 但是我们往往都迷糊在哪里啊 有违法里头 现象界当中 什么叫有违法呢 就是我们应该讲 主要是我们人的什么 刻意造作出来 有所执着所造作出来的 叫做什么 有违法 叫做有违法 在有违法 那么也因为透过我们的造作 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去下阴 请心动念去下阴 然后因为我们的执着 所以去怎样 去原生 去原生呢 然后呢 才碰到了什么 所谓的现象 我们起心动念 一个一个都是什么 每一个都是因 这每一个都是因 每一个都是因 而且这些因呢 都非常的平等 没有哪一个特别 什么叫特别呢 就是它可以独立的存在 它可以不变的存在 它可以主宰性的存在 没有这样子的特性 表示所有的 是不是都非常的怎样 都是平等都一样大的 因为有违的造作 这是不是有违法 有违的造作呢 我们就去怎样 原生 其实在下阴的时候 其实已经开始在有违了 其心动念是不是有违的 我想要学佛 其实也是有违的 对不对 我想要去骂人 是不是也有违的 并且呢 付诸行动 这个原生包括要付诸行动 原生 那这种原生呢 不断的这样去原生 也要到因缘和合的状态 有的人 有的状况是原生不来的 先不要讲这个 先不要讲说是原生 这个都是原 往内 执着都是有违法的什么 原 能不能原生 就看他能不能合和 当他合和出来的时候 我们说他原生出来 要到合和才叫原生 原生出一种什么 合和的现象 是不是合和的现象 才 就是我们看到现象 有的人原生不来 最简单的就是选举 台北市长 高雄市长 选来选去 不管几个候选人 只有一个会原生 是不是 台北原生一个市长 高雄原生出一个市长 其他是不是都合不起来 合不出什么 市长的现象 所以我们说要多少因缘福报 是不是要很多很多的因缘福报 而且呢 都还要去怎样 去结很多的缘 为什么要结缘 就是要能够怎样 合的我 合的我的时候才叫原生 不然连原生的机会都没有 这样理解吗 但是呢 无为法 它有一股力量 这个是无为法的力量 一旦原生的东西 自然会怎样 圆灭 这不是刻意照做的 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自然而然一定会圆灭 好不容易 这个原生 是刻意照做的 尽量把它合起来 但是呢 无为法 有一股力量就是 它会一直不断的离散 自然会离散 经过时间会被离散 就算一个市长 它原生出来了 那么也有它的任期 是不是 原生的当下 它是不是又开始 步向圆灭的路途啊 我们好不容易 原生出我们的生命现象 但是生下来的当下 是不是又步向死亡的路途啊 没有人能免 为什么不能免 因为它属于无为法 它自然会离散的 它自然会离散 就说因为我们所谓的原生 它是勉强来的 因为本来无为法 它就是所有的因缘 都很平等的散播在各处 我们因为透过防腐的有为 有所着作 想要去把它怎样原生出来 但是过程不一定 所有人都原生得了 这样懂吗 是要能够原生的 就是这种要因缘和合的状态 它才会产生一核相 才会跑出原生 一旦原生之后呢 它必然会怎样 原灭 所以我们说原生与原灭 合起来叫做原起法则 所谓的原起 它是包括了原生跟什么 原灭 包括了原生跟原灭 原生跟原灭能不能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我们现在不是就看到了原生的现象 所谓的 因为执着而有缘 结合 因为它合和了 它合和了 所以我们说原生出这个现象来 对不对 那其实它 但是又得要面对什么 原灭的力量 它是必然会怎样 会原灭的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能够原生原灭 就是因为它当中没有哪一个是特殊的 没有哪一个是可以不参与的 是不是样样都要参与啊 都很平等啊 都没有特殊性 也没有优待哦 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主宰啊 所有的因缘是不是都非常平等 都要是平等 所以这个符号是在讲这里面的 否定它的什么 特殊性 否定它的主宰性 否定它的单一不变性 对不对 用否定的方式 所以所谓的否定 它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来讲的话呢 会是一种思想上的革新 我们都习惯用肯定式 我想要什么 对不对 我要如何如何 我们很少想说我不要怎样 是不是 几乎都是我要 我想 我们都很容易用我 其实一个我上面是不是已经充满了主宰的特质啊 希望家庭和合 一个家长 一个团体的那个leader 领导者是不是也希望这个团体是最棒的 但是实际上不见得 我们有多少的无奈啊 看到多少的无常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信空的缘故 我们无法 照着我们主宰的方式 我们是主宰不了的 不过只是呢 因缘要让他有机会怎样 合合而生 所以我们要去 如果我们希望有福报 那么我们这里面是不是要多下一些什么 善的种子 所以我们说 所谓的法性在讲里面 所谓的法相是不是在讲外面 粗的部分 所谓的法性是不是在讲里面 细的 一个一个的因缘 所以我们说所谓的法性 是在观当中的什么 因缘法 当中的因缘呢 都非常的平等 形成出来的现象是不平等的哦 常常说我们一个僧团里面 都有各种不同的阶级跟待遇 有长老师傅 对不对 有这个比丘尼 也有沙米尼 还有局势 现象上平等不平等啊 是不是不平等 现象都不平等哦 长老是不是有长老受到尊重的部分啊 受到礼遇的程度 比丘尼 因为有这个借纳的差别 借纳高的也是排前面呢 对不对 有什么东西要分的时候是不是都从长老开始 然后比丘尼里面的什么借纳高的 然后借纳低的 等到没有了沙米尼也不用分了 对不对 更不要讲到居士啊 现象上是不是不平等 但是我们如果拙在这个现象上 我们是不是就一直在起烦恼啊 是什么在平等 哎 因缘在平等 是因缘平等 为什么他能够变成一位长老 比丘尼 有没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因缘去合合出来啊 人家努力了几十年 对不对 比丘尼他是不是要受过三藩大借 他还有有借纳啦 这些总统是不是也是都是累积出来的 有的累积的多 有的累积的少 有的还没累积 对不对沙米尼是连借纳都没有啊 对不对 但是所有累积的这些因缘是不是平等的 是平等的 军事只要愿意出家 女军事愿意出家 是不是就有机会变沙米尼啊 沙米尼如果一半时间之后 很适合去受戒 他是不是也可以变成比丘尼 比丘尼里头 他是不是也可以慢慢慢慢 长江后浪推前浪 他也可能会慢慢变成戒纳高的比丘尼啊 然后就会变成好像长老比丘尼啊 这是很自然的 而且是不是很公平的 看到里面的话才会公平 看外面是永远不公平 家里是不是也这样子啊 有家长有小孩还有孙子 还有亲戚 亲家五十朋友六十 全部都一个家族是不是很复杂 是不是有不同的待遇 老人家是不是老人家的待遇 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待遇 是不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众生平等 因缘法平等 现象上 透过因缘法 而让我们对现象上呢 给予平等的评价 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深知里面的法性的平等 我们能不能给这个现象一个公平的评价 里面平等到外面是不是就应该平等啊 为什么我们粗看 而且没学佛 透过我们的起无名烦恼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很不平等啊 为什么我们觉得不平等 是因为我们没有细看 是不是都在粗看啊 希望我们是透过细看之后呢 体会到粗的因缘法 现象是不是平等的啊 其实是平等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 为事在讲这些法相 它平等不平等呢 我们把生命的流程 把它怎样 把它竖起来看就会知道 这里是超凡入圣的 这里是什么 无身法忍的 对不对 这里是成佛 那么这里呢 发菩提心开始怎样 踏上成佛之道 是不是要透过因缘的累积 不断的往上提升啊 对不对 所有的因缘平等不平等 很平等 看我们努力到什么程度 就体会到什么程度 心量也放大到什么程度 这平等不平等 平等的 虽然在待遇上 在受到尊重的程度 是不是不一样啊 自然不一样哦 是不是自然不一样 一个人他累积了 他的德恨累积出来 他自然怎样 他不用开口 他也非常射受人 有没有 一个长者 为什么他 他不用讲几句话 他只要一个眼色就够了 那年轻的 急得要命 骂得要死 没有人听他的 为什么 因为他累积的不够嘛 是不是 那个德恨累积不足 就无法去怎样 射受人 不同的因缘福报 是不是就有不同的 受到尊重的程度 公平不公平 公平 是因为我们是不是想到 是因缘累积出来的问题啊 对不对 这个是因缘 因缘他本身是不是非常公平的 所以现象上应该公平 而不是我们只有从外向 不管里头 我们就是因为不懂得看因缘 所以我们在外向上永远摆不平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升官因缘法 所以第六意识 就是帮助我们升官因缘法 而教我们的第七意识 就是说不要那么自私了 不要自以为是以为看到的现象就是那个现象 然后就自己不断的起烦恼 这样是不是不对的 是要去怎样 升官因缘法 这个是我们往上提升的一个不二法门 这个升官因缘法是不是在讲这个 这个的平等性 而不是在什么 我们都是怎样 浅观表象 是不是 其实我们凡夫众生都在浅观表象而已 是不是浅观表象 如果我们升官因缘法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接受 看起来似乎不平等的现象 而我们觉得平等 对不对 更客观了 打从内心我愿意接受 对不对 那是不是就能够摆平我们的心 所以升官因缘法 是我们获得智慧的最重要的 而且是透过怎样 信空否定式的符号 帮助我们放下放下放下 放下什么 执着外向 所以我们说透过升官因缘法 才可能怎样 离向 闽向 乃至到什么 灭向 什么叫灭向 灭盘的境界 到这里才能够灭向 这个过程是不是都在离向 这个其实都是透过离向 放下执着的包袱 才可能不断的往上提升 是不是这样 不断的放下 不断的放下 放下什么 自以为不平等的部分 我们说自以为不平等的 是不是非量 是错误的 我们是不是要透过正确的笔量 其实要透过正确的笔量 这样理解吗 所以是看里面的因缘 是看里头的因缘 那才叫做深入法性 法性是看里面的因缘 不是只有看表象 那所谓的文士 都是在讲这些 现象 圣者有圣者的现象 初地 二地 三地 五地 一直到七地 是不是有七地的现象 到成佛 是不是成佛的现象 为什么都有不同的 所体会到的像 就是因为对因缘法的那种平等性 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 它是会相互的 从相而到性 从性而到像 这两者呢 其实都要怎样 要能够出入无碍 唯魔节居士所说经 是不是就是这个 唯魔所说经 唯魔节所说经 是不是就在性相上面出入无碍 要懂得 当我们在烦恼一定是着相 那怎么办 身关因缘法 法兴趣 从法兴趣体会说 这因缘都很平等 所以那个像是不是比较平等 是不是就有机会平等 说不说 当我们爬得越高的时候 看到的现象是不是越平等 在地面上 男像女像老像少像 是不是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而且我们容易着相 年轻貌美 我们喜欢 但是到了楼顶上再看了 男像女像都搞不清楚了 老像少像是不是也不清楚了 一看 整片的人 当我们没有执着任何一个人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平等 但是我们一旦执着 去山盘大街打个摘 如果一个师父都不认识 大家都长得很像 是不是都很像 但是我只要认识其中一个师父 那个师父的样子马上跳出来 一直就开始找 一整片里面 我就在找到那个师父 是不是这样 他的那个不平等 是不是马上就现前了 所以我们说去带小孩也是 接小孩一千两千个小孩子 以我们没有任何小孩在里面 我们是不是看起来都一样 虽然我们也知道 这有差别 不是说每个人都长一模一样 是因为我们不执着 所以我们觉得大家都一样 这样懂吧 因为我们一执着 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他马上不一样 马上跳出来 马上知道他在那里 很厉害的 所以因为我们的不执着的那种平等 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长得一模一样 叫做平等 而是我们不在乎的时候 对我们来讲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 其实就是透过这样子 而慢慢的提升我们的境界 透过这样来提升境界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什么 现象界的事情 现象 所以所谓的现象呢 它就包括了什么 相应与不相应法 有没有 从有为下面是不是就是相应跟不相应 那什么叫做相应呢 什么叫不相应 所谓的相应就要跟什么 心法设法相应 叫做相应法 什么叫不相应法呢 就是它非心非设 不是心法也不属于设法 所以它是怎样 它是差别法 三位的差别法 哪三位的就是心王 心所跟设法的差别 那么这里讲到相应里面呢 会有心法跟什么 设法 对不对 心法里头还可以再去分析它 所谓的心法包括了什么 心王跟心所 心王跟心所 那这个心王呢 有八个 也就是我们的八事 所以你看这个心王是不是一切的根本 以为是就建立在什么 这八事上面 对不对 八事本身是不是主动的 是能的部分 我们的心 心智或者心事 来讲的话 都是属于主动的 被动的就是什么 心所 什么叫心所呢 由心王所带起来的情绪 我们的情绪 是不是被我们的心所带起来的 所以呢 会有所谓的心王跟心所 两个合起来叫做什么 心法 我们可以大分 有所谓的心法跟什么 设法 心法跟设法合起来叫做什么 相应法 对 那不相应法就是什么 非心非设 非心非设 好 那相应跟不相应 合起来叫做什么 有违法 没错 很简单 所以要去做这样的分析的时候 就会很清楚明白 对不对 有违法跟无违法 是不是就合出了 所有的宇宙万法 千变万化 顺习万变的诸多现象 把它分为 大概一百法 叫做百法明门论 有没有 百法 好 那这百法当中有五位 哪五位 心王 心所 色法 不相应 跟什么 五位 好 那么以心王为一切 宗之最圣的部分 这百法当中呢 最能够 有影响力 关键是不在心法 里面的什么 心王 心王 那这个心所呢 是与心王 怎样相应出来的 所以叫做什么 心所 心所 那心王 心王跟心所合起来 二者所现出来的影像 就是什么 色法 心王 心所合出来的 现象叫做色法 叫做色法 那不相应 心法包括什么 心王 心所设法到不相应法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有违法 会有有违法 是不是相对出来是 有所谓的无违法 才会有所谓的无违法 所以这个也就构成了 所谓的什么 五位 白法 所以这个往往都是在什么 现象上面来谈 现象上来谈 那么以八字规矩诵来说的话 它的重点会比较在哪里啊 就在心法上面 是不是就在心法上 所以呢 会从八字来谈 是不是建立在八字的基础上面啊 因为八字是不是这个心王啊 是一切的什么根本 那么它会相应出什么 五十亿个心所法来 好 那么如果在细一点来看的话 只有第六亿识才具有五十亿个心所法 对不对 其实前五识 是不是只有三十四个心所法 第七亿识只有多少 十八个心所法 第八亿识呢 最少只有五个心所法 叫做五片形 叫做五片形 所以这个五片形呢 它是片一切事 它是不是八字全有啊 只有片形是八字全有 其他是不是不全啊 对不对 别境全不全啊 别境是不是不全 别境是不全的 只有片形它全 全什么八字全有 叫做五片形 它不仅片五 而一切事 它还片一切实 片一切地 片一切性 这个叫做五个片形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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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